讲修行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五六五 缘起无我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很多同学读谈经 对于佛性与自性的概念 有所误解 以为佛性与自性是真实的 六祖讲过 说是一物即不忠 佛性什么都不是 只是假名为佛性 假名为真如 你如果认识自己 能够完全了解自己 就再也不会误会自己 否则 你会误会自己在受苦 误会自己吃亏 误会自己在生死轮回 你就是有一个自己 才有一个苦乐对待的问题 才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你若明白 在五蝴中 找不到一个石油的我存在 你才了解你这个众生 找不到 不是断灭 你活生生地坐在这里 在哭 在笑 比如 你要清楚地看到水中的月亮 你确实看到月亮 但那个月亮确实就是不实在 这不需要参考书 也不用跑来问我 你自己看就可以了 你照镜子 一如此 镜中确实可以看到那个影像 但是那个影像 确实不是真的 学佛 不是只有一直看书 看文字 而不能在生活之中看到 生活的一切 触目皆是道 你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承认水中月 看得到即不是真实的 你也承认镜子中的影像 亦非真实 你看得到我 但是我也不是真实的 我虽然可以看得到你 你也不是真实的 如此地确认 你就能渐渐认识我 这个众生 就能确实地知道 一切众生皆是众元所生 念金刚经时 当你念到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如果你没有感觉 你就念 缘起如梦 缘起如幻 缘起如泡影 缘起如露 缘起如电 一切皆是缘起 所以才会有 梦幻泡影露电 之所以讲这些批语 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看得到 你悟到 就是好好生活 在生活中看到 你不是知道如梦 而是要看到自己在梦 如果你没看到你在做梦 你就不可能醒过来 如果看到现在在做梦 早上的你已经不在了 下课之后的你 也已经不存在 刹那片刻 你都不存在 梦的现象如此的明显 难道你看不到吗 为什么说过去 现在 未来 因为根本找不到一个我 不知道我在哪一个时空背景 只是不断的缘起 不断的刹那变化 如果你会这样看 你就不会执着 比如 听说有手机 就可以记录一天走几步 你会执着你走几步吗 你会执着第一步吗 你会执着哪一步 每一步就像人生 人生就是人的一生 就像一条河流 你说你要住在哪一个河段 你没有这样关 就没办法感受到 人生如梦的状态 每一步 你确实游走 但任何一步 确实都过去了 每一步都是如此 我每一个呼吸都是如此 我的身心意展现出来 六根面对六尘的境界 尽是如此 所以我应该不住色 不住相畏处罚 认识你这个众生 认识到底 就能够知道佛性 原来是如此 所以 我不执着我自己 但是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我不执着你 就是我会善待你 我不执着万物 但是我能厚得在物 身心世界都不执着 但却会善待自己 善待别人 善待一切万物 这就不离开中道 你所做 所讲的 离开了中道 你一定讲不严满 你一定证件不够 人生不要太过急躁 好好看 看花的时候好好看 赏月的时候好好赏 吹风的时候好好吹 你就很容易悟到 你不可以看到 兰花悟到 回头看到一个人 却没办法悟 悟到之后 要将所有道理 一以贯之 放出天下皆准 没有离开这个法则 没有离开这个道理 再也不怀疑了 接下来 好好生活 这就是修行 接下来 好好学习 就是法门无量 誓愿学 再好好善待别人 就是行菩萨道 文后思维 如何在生活中 看到无我 心平和老耻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